民国初年 我还记得 那个时候 我十一二岁 我记得这段事情 叫侵权处分 法律 国家的法律有这条 侵权是父母 你的僧父僧母 这是你最亲的人 他有权处分你 你要是不孝 他真正告到法院 说这个孩子 他不孝 你们替我把他处死心 立刻就执行 没有审判 为什么 父母不要你了 你还能做人吗 法律上有这条 所以人不孝也得装成孝 真怕父母就告一状 他吃不孝 没有律师可以 辩护的 没有 侵权处分 好像是民国二十几年 废除的 在抗战期间 我那个时候 十一二岁 记得有这种一状死就 起作用了 取笑之后 不孝父母的人 越来越多了 以前有这条 不敢讲 不孝父母 不敢做出 不孝父母的行为来 那父母的儿子 做错什么事情 他都会包容 到他真正不能包容的时候 你就 无 无有立足社会的 机会了 所以国家就制裁你 那么这条法律没有了 造成今天的后顾 多少人 做父母的 老年老了 儿女不照顾 生活非常困难 这在过去社会 是决定不需过的 所以孝敬 是中国文化的 大根大本 要救中国文化 从哪里叫 就从这叫 我们要想 中国文化 永远延续 不至于灭亡 要从我们自己 本身做起 我们要把孝道 做出来 把尊师忠道 做出来 其带头作用 那 祭司 祖先 亲民扫墓 是孝道的典范 自己不孝 要妨碍别人 障碍别人 尽孝 这个罪 是一切罪过里头 第一个重罪 认真去读 太上感应品 就全都明白了 暗书全书 映光大师赞叹 是民国 辈年来 最好的一部书 映光大师赞叹 前清 周恩 是 编著的 里面有四样东西 第一篇 文昌帝君 音之文 读解的 非常详细 第二篇 是介绍 万善 贤 劝介绍 第三篇 劝戒淫 第四篇 劝念佛求生净土 叫万善 万善先思 是介绍 末后是 净土之贵 月海回框 是接引 内容是这四种 全节里头 这四样东西 样样都好 映光法师的提倡 告诉人 人生不能不读 这本书